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 《寻找BNO早家移民的故事》的节目系列 今集又有我去楼山 请得 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整饭部 再加上浪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 多点回来欣赏一下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如果大家有追开我们的节目 留意开 这个讲关于BNO Girl的环节 最近有一宗他们的黄电搬运公司 叫做乐盐搬屋 话说有个BNO Girl搭他们 把他的家当走烂地送去英国 殊不知竟然渗集了20箱 不是他的家当在里面 当这间乐盐搬屋发觉了这件事后 就叫相关的BNO Girl 麻烦你 抽出20箱 记住20箱搬屋的物件 当然有差不多的重量和尺寸 而这间的乐盐搬屋 据说有赔偿给他 因为引起BNO Girl的不便 当中有一些你来我往 又说你不对 又说我不对 又说他不着 又说要报警 又说这个BNO Girl如果不交出20箱 就告他盗屋 当中又有罗生门 又有其他不同的东西 总之搬家当的话 真的要找一间信誉好的 就不要说吃理念 到时出了问题来说 如果你不交给他 或者当中有些什么差池 可能又会被人说你是蓝丝 或者可能是对不住同路人 可能又要起你底 你也知道的责人 没有性的 是不是 看到近来的事情 都可谓三方 即是乐盐搬屋 和英国的BNO Girl 还有失落了的这20箱 家当的 也不知道算不算是受害人 据说都平息了这一次的风波 三方面都好像收回东西 拿到赔偿也好 或者不报警也好 什么都好 近来都搞到黄圈 叫炒炒骂骂 尤其是BNO Girl那方面 挺有趣的 对于这些叫同路人的问题 找同路人帮忙 家当更加大件事 因为牵涉到很多不同自己的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搬屋的经验 当你收拾东西的时候 你才发觉有些东西很珍惜 可能别人看上去 这些是垃圾 或者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 但对于你来说 已经是真而重之 我最近收拾东西的时候 都发觉 看到自己收了两张图书证 一张是绿色那种 和一张是有红红市政局的图书证 这些是不会再有的 因为两局已经合并了 这些自己的东西就先说到这里 这些叫同路人的东西 很多时候 为什么他们会帮衬 或者找他们去做呢 间接地来说 都是同一个理念 所以又有吃理念 或者是帮衬理念的搞笑东西就产生了 同路人也就是他们相同的政治思想 或者是同一个原因 所以才要离开香港 或者有黄色经济圈出现 或者叫做帮回这个圈 多一些生意就最好 有一个阿姐 她走出来说 她说都因为这个旋运搬家当事件 就叫做有感而发 也都是对同路人的东西就有质疑 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了 为什么这个小姐呢 我看她的样子也有40岁 还是这么天真的 理念是否会令人天真令人傻 她说她觉得被同路人欺骗了一万元 究竟是否叫欺骗她呢 对于慰勞的圈里来说 都叫做众说纷纭 挺有趣 大家一起听一下故事 欺骗她的人 可以说是她老公的亲戚 不过不是很熟悉那一只 而这个亲戚自认相当之黄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些人 很少可自己都叫了我是黄的了 我是黄丝 将香港领便加油纹在脖子 背囊就会托着那些牌子 我真的很爱香港 还有其他黄猪或者去黄店 去和理包买包食 通常都是自女行奸 或者可能是在Facebook或者社交媒体 去表态自己是很黄的 就很少可以喊出声 所以她说自认很黄 我也觉得挺有趣的 说这个很疏唐的亲戚 本身已经是一个有英籍 真真正正的英国人的香港人 即是有英国籍的护照 还说他是基督徒 我也认识很多基督徒 但其实做起来又不像是那么善良 还很邪恶 他觉得他被英籍香港人加基督徒 就有点骗骗的 还说他好像在英国开了个什么WhatsApp Group 教一些新渡部的Biennoguer 如何去买车 说他自己未来到英国之前 就读了一个类似那些粉彩的课程 他说因为将证书要等大半年 经过了这个好黄的同路人的同意之后 就借了他的地址 去收这张证书 他为什么觉得被人骗了一万元 就是因为觉得这个价值一万元 听起来的故事如何 记住了 你说出去就拿了一张证书才走 那为什么要寄他去呢 记住了 这些人又说要走烂 又说香港十万火急 可能要加回自己不同的时间等等 不过看这个阿姐也不像是有小孩 因为看了他的底下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中女要这么赶走 他说来到英国之后 大家记住了 又说什么香港人帮香港人 又说理念 又说怎么让他们融入英国 这些说得好听 他发现到这个黄的同路人 对他的态度不太友善 也说到初初到步什么都不懂 可能申请收提电话 哪一家好呢 可能申请宽贫 哪一家好呢 哪一家好呢 银行哪一家好呢 甚至如像这些说的 开个WhatsApp Group 教人买车 到处买车的形式都是不同的 就说你不懂了 他还弄起一个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给你看看 好像自己已经是英国人 就看不起我们这些五加一的款 好老实 小姐 你们也出现过一些新到步的五加一 就给一些早到步的五加一歧视 尤其是你早一年到的话 和迟一年到欠了一个学年的话 你只是在学校门口看到那些家长 都有气你受 这些都通了天 还说 哇 那么多香港人来了这里读书 你看到有些新的家长在门口等放学 不是熟悉的面孔 不是玩开的那一堆 那一堆 立刻嫌三嫌四 哇 那么多香港人 搞到你自己不是香港人 你当自己是什么 在这里读了一年 就当自己是英国人 你记住 你都是五加一 漫漫长老 大哥 不计定居 申请的那一年 你还有四年捩 就扮了英国人 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的 只不过他想象得太美好了 说看不起他们之余 还常常老点他们这样那样 所以被他点得多 笑得多 看不起得多 都没有再跟他联络些什么 好了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去到这个品彩老师通知他 他那张证书 原来已经由日本寄出了 记得了整个月了 对呀 麻烦了 他本来都不知道 这个叫同路人的梳塘亲戚 金黄的友仔 是这样的人 还以为是同路人 他帮我收一张证书 也都问过你 又不是硬借你的地址 或者填了才知道 你收到的时候才跟你说 对吧 如果日本寄去英国的话 我想一个月什么都可以了吧 如是者他就问这个同路人收不收到 他说没有 最近除了一些垃圾之外 什么都没有收过 然后他觉得没理由 他用了这个派件的 number 就联络了速递公司 然后很好 那个速递员 派件的时候 原来有拍下照片 让他回去看 显示到那天 真的有个人打开了门 的确收了那份件 他真的要深色 走去那个很黄的同路人的家门口 再确认那张照片 就是和他家门一模一样 然后看到了火都来了 叮当叮当 拿着这张照片 再质问他 大家猜一下 这个已经有英国人身份的香港人 怎么对他 结果就是用粗口叫他死开 哇 这些还说是同路人 香港人 当然他们对于香港人这三个字 有特殊的定义 我们经常都知道 经常都说 一样米样百样人 其实我不记望 人人都是一个好人 人也会变 随着你的生活 你的祭遇等等 花开有花落 月有阴晴圆缺 人都一样 一定会有变 不过离谱地 叫他走开 不要再烦他 我觉得太离谱了 如果这样 你当初就不要答应人 起码你和他找找找也好些 迟到好过没到 有时有些人找我帮忙 我都未必立即和他搞得到 可能我会答应你 我说没那么快 我会和他说一声 他说很明显 这个人身有屎 用粗口叫他死开的意思 就是想避开 不肯解释照片里面 收件的是谁 一美就说没有收过 最后就唯有再给多几千元 叫日本再寄那张证书给他 估计又要等半年 他说其实对比 他觉得之前 诺言搬屋那家 那个BNO Girl 收了人家的20箱 就拖住 不交出来 那是不是和偷了人物 不肯还给人一样呢 他说发生这些事 心里觉得很委屈 你说那个人是否叫他偷了 总之人家 诺言搬屋的话 三方面 继续了一件事 搞定了 那就算了 我们都不要说 他里面发生什么事 因为有些位置 真的是他们自己才知道 不过 你这个小姐 那张证书的问题 又不可以说 别人骗了你一万元 你也是 无端端要多给几千元 他叫人给你一张证书 就是说 你不见了几千元的手续费 你说骗了你几千元 或者骗了你一万元 都说不过去 没办法 你遇人不熟 你说他收了 可能他家里有几个人 除了他之外 他不知道谁收了 不知道谁扔在一边 还是怎样的 都有这样的可能 最经典的 其中一个主持 真BC 真博士 他真是困困的博士 他可以连自己的博士 博士的毕业证书 都可以叫做 塞在家里 不知牆壁 不知牆壁 如果不是真的 他在家里做的东西 都发现不到 原来自己的博士证书 就在那里 当然他就比较豁达 去到这个层次的人 那张博士证书 都不用整天要展示出来 也没有整天将自己 真的博士这件事 挂在口边 说回乐言搬屋 后来说一下 他们经常说 要有言论自由 记住 他们那种言论自由 跟我们一般人的言论自由 也很不同 他们要是 我喜欢说什么就行什么 我喜欢老屋就老屋 我喜欢屈你死也行 我喜欢抹黑你也行 这些就是他们那种言论自由 例如三姑六婆 三人成虎 唱衰你 或者说一些阴谋论 这种就是他们的言论自由 即是把口就不用收 喜欢说你是什么就什么 说你投共也行 说你转式也行 诅咒你也行 所以乐言搬屋 有些人出来 小量地支持 收多了人二十件 也有人出来骂 或者说 这间乐言搬屋 之前有什么做得不好 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坏东西 有什么穿洞 又说送到过来 又说什么这样那样 做得不好 总之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但当然 乐言搬屋 一定说自己有什么好得不好 所以看到他Facebook 这些社交媒体都会很多 说 哎呀 继续收到一些移民客 收到货的好消息 多谢客人选用我们的服务 记住 这些搬屋公司 有意外的东西 或者 并非是机械式 人手去做的话 总会有问题出现 有问题出现的话 你如何去补救 这个才是问题 今次这件事 这个乐言搬屋挺搞笑的 他用了一个挺特别的形式 去帮他这次事件结尾 就是找律师事务所 他找这个事务所干什么呢 就出了一封律师信 叫做知各大社交媒体 是有关于近日流传在网上社交媒体的贴文 和留言的实实的指清 就是关于他们本来要寄去日本的货 就错误地寄去英国的这件事 还说 所有的法律问题 已经交由律师处理 希望这些不实的言论在此平息 多谢大家 也会说自己的东西是什么 对于其他不同的指责 一律就用律师信去告诉大家 就是叫大家停了 不要再说了 如果再说的话 可能到时下一封律师信就是你收到了 马上那群自己人 同路人等等 也会在这里讨论 如果用这样的认识 出律师信 叫我们收声 叫我们不要说话 即是某程度上 禁制我们的言论自由 其实这样也不是的 如果你说一些正常的东西 或者说回这件事 最后的律师信 那个内容 根据里面他们几方面协调好的东西 再说就可以了 如果是要说抹黑造谣 或者只虚乌有的东西 你要说这些才舒服 说这些才是过瘾 说这些才觉得是你言论自由 那我帮不了你 即是他们觉得我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 说什么都可以 所以为什么这些人说港区国安法 令到他们没有言论自由 就是这样的 即是他们觉得不说光时 不说什么抗争 暴政 即是不能说这些 就已经是令到人窒息 甚至近来专子卖马的事件 有机会可以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专子的问题 今节我们先说到这个位置 其实用一个律师信 来叫你们平息 不要再炒花生 或者不要再说这么多 或者我又试过这家 不好 我又试过这家 然后你又赞他 然后你又说他打手 然后他又说你是做他的狗 这个又说做蓝丝 又说是谁来搞过 是不是想搞到有大公文会 都报道这件事才开心 然后有这个又那样的 哇 摇摇样样的 看见你们这些人都挺好笑的 哈哈哈 真是痴痴的 那好吧 那我们今节先说到这里 好了 多谢大家 拜拜